上太空不需要搭火箭或太空船 而是只靠一条缆线 你相信吗 太空电梯的概念 其实最早在19世纪科幻小说中 就已经出现 但苦于缺乏核式材料 打造高强度缆绳 构想迟迟无法付诸实行 但随着奈米科技的出现 太空电梯的构想有了实现的可能 科学家建议能用火箭将奈米碳管发送到太空 碳管另一端接回地球 碳管起初就像一片薄薄的缎带 重量轻盈但耐受度惊人 能让机器人爬上去 由人类远端控制 渐渐加大碳管厚度 等到碳管够后 就能负载更大重量的物体 包括用来运送太空旅客的太空电梯 要是太空旅行 能像搭电梯一样简单 就能大大降低人类殖民月球 或火星的难度 也能开采外太空的金属和矿物 解决地球资源危机 科学家认为太空电梯 以现今科技来说 并非难事 只怕迟迟没有开始 进行新闻综合报导